大家好,我是Trish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歐國聯16強次回合在週中再度有比賽上演 其中,星期四凌晨4時有馬德里體育會對國際米蘭 馬體會歐戰主場交受意大利球隊的戰爭10勝1和4負 分組賽迎戰同樣來自二甲拉數就能2比0贏球 國米方面,歐戰面對西班牙球隊作下戰爭3勝4和17負 同時在最近21次歐國聯作下當中,只贏8場勝率四成都不到 基斯文、摩拉達在今屆歐國聯各自入5球 同時摩拉達分組賽曾經兩次主場上演梅開爾道 兩個人金像將會是馬體會的逆轉關鍵 最後講講戰果預測,預計馬德里體育會會3比1贏國際米蘭 喜歡這條片的話,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,拜拜! 拜拜! 拜拜